欢迎收看凤凰卫视每周台正在为您播出的天天话题栏目 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为您请到的嘉宾是著名的医学整形美容方面的专家 孙国鼎医学博士 我们要和孙医师今天一起来讨论的话题是关于在夏天怎么样可以拥有又白又亮的皮肤 孙医师您好 欢迎您来到节目当中 你好 各位观众好 是的 孙医师您看这段时间夏季已经真正的到来了 天气非常的炎热 太阳也是非常非常的大 所有爱美的男士和女士肯定已经在纷纷的关心这样一个话题了 怎么样可以在炎热的夏天让自己的皮肤保持水水嫩嫩的又白又亮 这其实是一个很难的话题了 这几天的确特别热 今天也是非常非常热 那么在这种时候呢 皮肤药不容易晒黑 然后皮肤反而美白的确是不容易的事情 那传统来讲呢 很多消费者跟病人呢 尤其女孩子们会先擦药 总会擦防晒油啊 擦漂白药物 那防晒只有防晒的作用 并没有抗晒作用 那漂白剂通常要花很久时间 速度很慢 那夏天已经过去了 差三个月 再来呢 有时候会考虑其他的治疗 像做患肤啊 或做激光 不过这两个治疗是属于热性治疗 做患肤的话 究竟传统性患肤的话是酸的 所以会有酸 酸 辣 红 烧的现象 那碰到太阳大概红 碰到太阳就不容易变黑 那激光也是呢 激光 传统式的激光呢 做完以后会结渣渣 结完渣渣就会红 它上到太阳又变更黑 因此这个消费者一直在寻找一个 这个夏天也可以比较不容易被晒到 然后皮肤可以跟美白的一个技术 那我们这种里面一个研发一种 比较特别的技术叫做酷白 希望可以以冷却的方式 冷凉的方式来帮助大家 这个皮肤的这一部分的改善 其实我们知道如果做皮肤的这个 亮白的治疗或者是去斑的治疗 通常是用激光 那激光其实都是热的 所以我们也是蛮好奇的 要请教一下这个孙医师 您刚刚说到这个叫酷白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 怎么样做到这个又酷又bright 是 酷白的原理是这样的 我们这个是一个综合性的冷湿的治疗方式 让皮肤同时达到两个事情 第一个呢 让它这个黑色素稍长 第二呢 让黑色素可以很迅快地离开来 可是不是经过热的方式 那这个技术里面呢 我们采用两种技巧 第一种技巧是直接把皮肤需要的营养 干氧化素啊 或者泵酸酸或者是漂白药物 直接注入在皮肤里面 那这样的话就等于比XL效果来得很多很多 跟很完整 因为吸收几乎是百分之百 第二警戒之后呢 我们再做一种特别一种患肤 就是glow pill 那这种患肤呢 让这个黑色素可以很迅快地下去 那这种患肤呢 跟传统患肤不一样 是它不是酸性 所以不酸不辣不烧不红热 那这样黑色素在一个礼拜之内也可以减少 所以这个治疗的效果 就是你冷却的方式可以在一个礼拜 让皮肤比较美白 然后在未来几个礼拜时间 也让黑色素慢慢可以减少 所以的确是一个独特的一个方式 其实像这样的治疗的方法 很多人也非常的感兴趣 但是也有这方面的疑问 像这样的治疗方式是一次就够了 还是几次 所以要请教您一下 给我们具体的介绍一下 像这样的一个疗程 它大概是怎么样进行的 需要进行多久 可以持续多长时间 这治疗事实上蛮简单也蛮舒服的 做治疗事之前 我们只要擦些药 大概一个礼拜两个礼拜时间就可以进行 那做治疗的时候 我们皮肤上洗干净之后 我们擦一些麻药 然后把麻药洗干净 我们再口服抗发炎的药物 之后先做皮肤营养的注射 这个叫做漂白针 漂白针里面我们用的成分是 卡氨化素 环尿酸 或者是漂白药物等等 直接注入皮肤里面 那为了减少皮肤疼痛的感觉 我们采取用技术叫做吸力针 那做的时候就感觉几乎是没有了 那做完以后我们脸上就会有 大概1000到1500个小洞 但我们肉眼看不大出来就是了 那皮肤需要营养跟漂白药物 跟湿润的滋润的成分 可以直接注射在皮肤里面 再后呢我们再沸一些药 让这个皮肤的这个红点 消孔可以关下去 然后再做这个glow peel 那做glow peel的时候 因为它不是酸的 我们也不需要风扇 做完酸上去之后呢 皮肤上也没有什么感觉 然后晚上然后也不用洗掉 到晚上回家睡觉以后再洗掉 那恢复期实际上也非常简单 这个恢复期第一没有肿 皮肤有一天粉红 可是非常非常少 跟传统的方式激光换不好 太多太多了 那过两天开始脱皮之后 很轻微脱皮皮脱皮脱皮脱皮之后呢 大概过四五天的皮肤的脱皮程度就结束了 这个当然时候防晒还是重要 那么过一个礼拜之后呢 差不多一个礼拜时间皮肤就比较美 因为黑蜘蛛马上在一个礼拜就消失 等于被弹掉了 之后呢 再连续未来的三四个礼拜 黑蜘蛛继续扫涨 因为注射的这个漂白药物 让黑蜘蛛扫涨 所以这个技术是可以同时让黑蜘蛛弹掉 同时让黑蜘蛛扫涨的一个特别的 一个冷湿的方式 所以是像这样的这个 酷白的这个治疗的方法 我们是一次 其实就可以持续一段时间 因为我听您的介绍说 大概在做完这个疗程以后 做完这个治疗以后 大概在几个星期之内 慢慢的它还是会产生一个效果 对吧 循序的 是的 这个治疗我们可以配合在家里 用的药物 不论是吃的 或不论是擦的 或者有时候配合这个叫做 口服的抗氧化素 所谓抗晒碗 让皮肤不较不容易晒黑 这都蛮重要的 然后我们过差不多三四礼拜 可以重复再后来治疗 它这个效果是慢慢累积出来 可是每次做都会比较好一些 其实所有的这种做美白的 或者是漂白的这种 这种treatment的话 可能防晒是一个重点 做完之后 可能都会皮肤非常的脆弱 还是会需要做很重要的 这个防晒的步骤 是 防晒的确是蛮重要的 不过防晒它这个主要的角色 是防晒 它抗晒效果并没有 所以我们在做治疗的时候 往往皮肤要擦 或者植入 或打入这种抗晒 这种营养注射 它这样皮肤的抵抗能力 才会更好 才不会经过 让红的程度可以避免它 从您的角度来说 您看 您在之前的节目当中 其实也给我们 陆陆续续地介绍了很多 让这个皮肤美白的 这样的方法 那么像这个Cubright 是这个最新的技术 那它一定有 它特别的这个优势 您能不能给我们 做一个比较 就是说它和传统的这种 美白激光的技术 有一些什么样的优势 现在有很多重要的 不同的差别 第一这个比叉药来讲 还迅速多了 因为叉药除了防晒之外 还有主要的目的 就是黑素少涨 那这个时间可以花很久 可以花六个到八个礼拜 年纪稍微长一点的话 尤其停经以后女士 可能要花十个到十二个礼拜 因为你靠黑素少涨的话 这个素数通常 花八个礼拜到三个月将近 第二呢 跟传统的这个换肤来讲的话 它没有这个 没有这个红的这个程度 因为它这不是 这个采取的那种 这种皮肤不是酸性的 第三呢 这里面也没有采取激光 所以不会结渣渣的这种现象 所以不会一般一般的 小点点跑下来 然后造成红的现象 有时候消费者会另外一种技术 会用这个叫做滚轮 或者是这个叫做微针所谓 微针的确是用冷的方式 不过它有个限制 它虽然可以让皮肤 可以吸收这个药物 但是它是被动性 不是主动性 所以被动性就是我们 这个皮肤上打很多小动物之后 让这个药慢慢流下去 那注射的不一样 主要是主动的 是一个active方式 让皮肤的需要的药 我们直接注入皮肤里面 就好像差药 可是我们是打进去的 所以效果吸收当然好很多很多的 我们现在谈的这个疗程 它是叫做cool bright 亮白治疗法 那么我记得您之前提过 有一个treatment的 其实在做亮白的同时 对皮肤的保湿 也是有一定的作用的 我想请教您一下 这个是不是也有同样的效果 有一些相似 可是不同的地方 另外一个治疗叫做hydrobrite 那个治疗主要的目的 主要是让皮肤的保湿增加 然后让皮肤的细度可以增加 它也有些美白作用 可是主要的目的 也是让保湿程度 在那里面我们用的 这个成分稍微不大量 第一 因为用成分 我们用玻尿成分比较多 因为它吸水能力会增加很多 第二用的抗氧化水不大量 主要是让皮肤细胞 能膨胀起来 所以胖起来 这个上面皮肤摸起来 会比较滑溜溜 第二那里面用的peel也不一样 那种peel叫做hydropeel 所谓的保湿患肤 那可是酸的 那酸了以后 这个皮肤脚子干净以后 那吸水就会增加 那太阳很热的时候 这种酸性的治疗 要比较注意一点 所以我们在煮假的时候 做酷白可能是更适当的方式 所以其实就是根据 这个顾客的 这个消费者的皮肤的状况的不同 每一个人各按来分析 这样才能够 是 房间跟季节有关系 没错 是这样的 好的 谢谢孙医师 我们现在呢 要休息一下 进一段广告之后 回来我们继续和孙医师 一起来讨论一种新的 让皮肤能够在夏季的时候 也亮白的这种 美容整形的方法 我们继续告之后见 好 欢迎回来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 凤凰卫视美洲台 为您播出的天天话题 节目当中为您请到的嘉宾呢 是著名的医学整形 美容方面的专家 孙国鼎 医学博士 我们在节目当中 和孙医师一起来讨论的是 关于在夏季 如何让大家的皮肤 又白又亮的一种 冷湿的治疗方法 酷白 所以是您看 我们在上一段节目当中 已经给大家介绍了 这个酷白 是一种什么样的 这个美白治疗的方式 然后呢 它大概的疗程 我们介绍了一下 其实我们忽略了一个 很重要的 就是在这个治疗之前 我们应该做一些 什么样的准备工作 请教您一下好吗 是的 的确大部分人都是这样想 病人都是有病的时候 赶快赶来找医生 平常在家里做很多 事实上可以做的事情 大概没有想到 所以最后一分钟 才来找医生 事实上这个 在这之前 平常做的这个美白的保养 已经很重要 那什么叫美白保养 目的就是让黑色水少涨 然后怎么让黑色水少涨呢 我们从两个简单的角度来谈 就是第一个是防晒 第二是抗晒 那防晒呢 这个原理呢 就是我们使用防晒油 让这个紫外线 不容易进入到皮肤上面来 让黑色水比较不涨 可是大家不晓得的事情是 这个太阳直射到皮肤上之后 第一个反应不是黑 是红 所以呢我们要增加皮肤免疫系统 然后皮肤红不容易产生 这叫做抗晒 这两个意思不一样 所以防晒这个挡箭牌 然后抗晒的话是练功夫 所以我们皮肤练一点功夫 它就比较强 就比较强重 就不怕鼻鼓了 那抗晒呢 这个我们皮肤 平常要查一些药物 这里面当然有很多自然的这种 抗发炎的药物在里面 有时候有漂白剂也有 不过很多是所谓抗氧化素 让它增加的免疫系统 就好像一片叶子 这些叶绿素或者其他的抗氧化素 可以帮助叶子 可以吸收它的阳光 可是不会 阳光同时会造成更多的基因的破坏 所以抗氧化素 这上面有很大的角色 在家里的时候 平常的美白产品 尤其有抗晒的能力 要特别特别重视 这样我们做治疗的时候 下午才会更好 可以保持更多 所以是那我们可不可以这样理解 其实这个酷布莱蒂应该算是一种预防性的治疗 也就是说其实在你这个黑斑 或者是色素沉淀 脸变黑之前 我们做的一些预防性的治疗 是 这个方面的确有预防的效果 也有治疗的效果 那治疗效果的话 它是一段段累积出来的 那因为有时候往往美白的人 通常都会想到皮肤的底色 那事实上美白的话 有些人会想到 斑的减少 所以这两个定义不一样 美白是底色的改变 那是叫美白 去斑的话是把脸上的斑块 不论是斑块或者斑点减少 这个的工具稍微不大影响 不一样可以改善就是了 那所以是说到我们这个 酷布莱特的治疗方法 那么您看会不会有一些 年龄上面的限制 会不会说它对于一些 年轻的皮肤效果会比较明显 而对于一些 本身有很多问题 比如说皱纹老化斑点的肌肤 它这个治疗起来会比较困难 是 年纪比较 应该比年纪比较早 有些重大区 第一我们先可以谈 这个所谓的黑色素的改变 黑色素的改变 在年纪比较长的改变比较慢 因为皮肤新生态是 在年轻的时候 我们大概每六个礼拜更换一次 等到年纪长的时候 可能到八个礼拜 十二个礼拜或者更久 也就是我们会发现 我们年纪轻的时候 我们皮肤假如刮伤的话 很快就变好了 可是年纪长了以后 过五十岁以后 皮肤刮伤要等很久 这个黑黑才会淡掉 这个原因在这里 因此在这个治疗设计上来讲 我们像这种情况 皮肤比较长的人 年龄比较长的女士们 或男士们 然后我们需要考虑的治疗方式 这个更密集 然后剂量要更多 然后这个要还配合 其他这些治疗才能更好 那至于这个年纪比较轻的话 这方面就反应会比较快 这个所以我常常是看到 妈妈带小孩子来 然后带女儿来 然后觉得皮肤 女儿皮肤很好嘛 说我也要 可是会说 为什么我下午不像我女儿这么好 理由当然是我刚才所讲的一些事情 所以其实这个没错 不过这个皮肤的保养 的确是要是从年轻的时候 就开始注意 不能说你到了一定的年纪 觉得说出现状况了 再去找医生 可能太晚了 其实很多人都这样子 没错 所以是您看 其实现在对皮肤的保养 不光是女士的专利 很多男士也是很在乎 我觉得他们往脸上擦那些lotion 或者是擦那些cream 其实也蛮勤快的 所以想请教一下 所以是像这个cool bright 是否也适合男士呢 是我们讲个笑话 cool bright对男士效果更好 因为男士有两个特征 第一男生不会经过这个更年尺 第二男生的皮肤本质比较好 所以胶原蛋白质比较多 黑色素也比较少 尤其是不大容易长荷尔蒙斑 所以男生事实上变成小白脸 是非常容易的事情 所以有时候太太跟先生进来的时候 我两个人一起治疗 我会跟太太看完的时候说 说这个 你不要骂我 只要不然形成变成小白脸的话 因为男人的皮肤厚 胶原蛋白质比较多 皱纹比较不易出来 然后这个皮肤胶原蛋白质比较多 所以晒太阳的斑也长得慢 还长得比较少 但是男生也有老人斑 跟其他这种斑点都有 可是好治太多了 所以cool bright治疗效果可能更好 没错 可能这个男士和女士来说 有一个很大的区别 女士是希望越白越好 但是男士呢 我觉得可能就是在 不伤害皮肤的情况下 就是因为的确这个太阳 对皮肤有很大的伤害 可能是治疗这方面的需求 会比较多一点 那所以说我们一直在讨论的是 关于这个预防 那大家都知道预防剩余治疗 但是也有那么一些人 的确是不听话 是 没错 会出现这个晒伤的状况 好 我们就来讨论一下 因为您看现在 的确是紫外食言非常的强 在夏天的时候 如果一旦皮肤被晒伤了 也就是出现了早期的一些症状 红红的这个脸 我们有没有一些 什么样的补救的方法 有 有 有 的确有 那这个方面是大家要提高警觉 事实上就好像我们开始 有发烧 喉咙痛开始发烧 或者发抖 这个是表示血里面肯定有细菌 所以这时候很早要就医 那对皮肤来讲 什么意思 就是说皮肤被晒到之后 假如变红了 这时候你就开始要想做些治疗 因为红的阶段发生之后 下面就是变黑 变黑什么意思 美白的治疗效果就减少 第一 第二点 斑就更厉害 尤其是斑 尤其是荷尔蒙斑 所以在红的阶段开始发生的时候 我们就开始要考虑做什么样的治疗 第一个事情呢 这个我们常有些病人 他假如去海边去玩啊 或者去夏威夷啊 或者去印尼这方面的事情 他假如在那里没有做好 良好的防晒 获得抗晒治疗 回来以后 我们可以在两个礼拜时间上 把这个发炎的现象给减少 比如发炎的时候 经过第一个是红的阶段 那我怎么红减少呢 在这个时候用激光用热的 用热的资料是更不适合 它已经被热过一次 你再给大家用热的 这个是非常可惜的事情 很不幸的有时候 消费者会寻求这种方式 虽然听起来很高科技 可是不是最好的方式 所以我们用冷的方式 来改成皮肤 第一个事情呢 我们皮肤要开始擦药 那擦药主要的目的 用卡氧化石 把这个发炎慢慢可以减少 然后有时候 有时候可以用 你可以用光 不过这个光 跟传统激光不一样 这叫冷激光 叫做low level laser 它完全没有温度的 零 好像比电灯泡的 这个热量还要低 做瘤的话 可以把红液也可以减少 第三呢 我们在全身上来讲的话 所以用卡氧化石 用这个所谓的 自然营养真的注射 给实际上身体里面 很多很多卡氧化石 那身体上几亿个细胞 都能恢复它的营养 让卡氧化石增加 减少它自由基的破坏 恢复它的基因 这个时候 这样一个礼拜 红就可以少很多很多了 红少多以后 下面的斑就不容易出来 那美白的效果 就不容易丧失 这个事实上是消费 这是我常做的事情 事实上 小气暑假的时候 那类似于像这样的 补救工作 是应该在晒伤之后 马上去做呢 还是要隔一段时间 是的 这个事实上 这个严格上 应该很快做 越早做就可以 我们想就想着 有人得心脏病 我们赶快去这件事 其实就是一样 因为等到红再下去的时候 就是黑 等到黑的时候 红已经 这个已经红的阶段 已经过去了 红就无法去治红 这开始要治黑 可是治黑的 这个效果就很慢了 其实很多人的观念 非常的错误 他们觉得说 皮肤已经红红的了 我这时候再来接受 任何皮肤的治疗的话 可能是对它造成 二次伤害 也许它觉得说 它要等一段时间 等这个皮肤慢慢地 就是恢复到以前的状况了 再进行救治 结果其实是不对的 其实上刚好相本 这时候最重要的概念是什么 我们用冷的方式 完全冷的方式 皮肤擦药 或者这种冷激光 然后去造油 然后让红素给减少 然后同时用营养针的配合 自然营养针 让身体很多看好化素 很多人也会发现 他就治疗之后 他皮肤比较不容易晒黑 然后红下来很快 然后精神也会比较好 有时候去旅行的时候 玩得反而更累 没错 是这样的 所以是你刚刚提到一个 关于这个美白丸的概念 其实我们知道 网络上也有很多的流传 这个美白丸 某某知名品牌 日本什么牌子的 什么牌子的 这个美白丸 台湾什么牌子的 美白丸 那很多人其实 有人是半性半一样 有的人是坚信不疑 有人觉得这个美白丸 一定有效 请教一下孙医师 的确存在这样一种药丸 我们吃了以后 可以让皮肤保持一种 美白的状况吗 对的确有 因为这个方面的研究 事实上是来自于皮肤科 做这个皮肤两种疾病的 预防跟治疗 第一个是对于皮肤癌 这个叫 这个就是所谓抗晒 叫做oral photo protection 就是口服的方式 让皮肤不容易晒 那对你有皮肤癌的人 他们假如 因为是太阳所造成皮肤癌的话 那皮肤必须往往会 想到怎么预防新的皮肤癌产生 那当然 长出来之后 把它刮掉或切掉 或者把它磨掉 那预防新的话 那除了擦压之外 口服的方向伤位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第二种情况 有一种 所谓的白斑病 叫Vertiligo 就是皮肤上面一块 白白白白的 这种情况皮肤科医生 也会 医生也会 开一些擦调 跟吃的药 让你抗生的力量 可以增加 这样它才不会扩散 那这个口服的抗色癌丸 原理就是用抗氧化素方式 让皮肤 它的这个自由基 可以减少 让抗氧化碍减少 尤其是不经过这红阶段 所以这样它基因科保护 比较不容易长皮肤癌 然后黑色比较不容易出来 那么抗氧化素 当然我们都知道很多种 最有名的是Vitamin C 不过Vitamin C 是非常弱的抗氧化素 要有效的抗氧化素 我们过来医学 过去这五六年 我们发现很多重要的 这个抗氧化素 那其中有几种特别有效的 一种叫Polypodium Leucotoma 所谓的PL 这些抗氧化素的一种 抗氧化素是非常有效的 那么可是抗氧化素呢 跟在大自然的道理是一样 我们要综合在一起 才会效果比较好 不能只靠单一的 我们只靠单一 吃Vitamin C 或者吃一个 一种的单成分的效果 就差很多 没错 对 然后我前两个礼拜 还有一个病人 他也是出去玩 然后防晒也忘记擦 可是好 所幸的抗氧 抗晒丸有在用 一定还用两次 所以他没有什么红 然后也没有什么TEM 虽然忘记擦防晒油了 可是这是好事情 冬天是有人去滑雪 一样 他们会忘记擦防晒油 可是和服抗晒丸的话 就比较不容易晒红 然后比较不会有黑的阶段 没错 所以就像孙医师说的 所有呢 都是要预防剩余治疗 不管这个医生 有多么的厉害 可能如果你已经造成 非常严重的后果了 这个医生也是回天乏术的 所以今天非常高兴请到 孙医师来到节目当中 告诉我们一个非常好的 这个夏季美白的 这样一种治疗的方法 也非常感谢电视机前的 观众朋友们的收看 我们下次同一时间 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凤卫视